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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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潘芸 在這一頭都是比較偏僻的 現在在等著安妮哥 他說要帶我們去吃河鮮 就在那裡而已 聽說是吃飯才停 對 吃飯才停在那裡 待會可能追著台機 又不會動 立即高麦 還在用頭張 拍一下老闆 好幾位啊 我們今天來到這家 叫品味何鮮 看看它有什麼品味 應該都是土豪惡壩 剛好都沒有吸收 就是拆了一塊 这些没有一样的野生货 一回来我们就在黄沙里拿了 煮好整条堆在滚油炸 用油炸进去吃 很香很滑 它有毒的,你不会煮它 那些鱼鳍,鱼肺,鱼翅 你稍微猜到毒素就会射进去 有些实习生 一夜鸡中,马上的人就暈了 半个小时搞定 不是花柴,是暈了 要马上到医院釣血清 这些叫河庞 在河园一带有很多 就是万六湖水库一带 很便宜,不值钱 不好吃 这些河庞是哪里的? 在万六湖那边 牛抽 未吃都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 我来过这个属于河烧 对啊,都是河烧 这些 我以为它没有秤 找到这把 准的 我今早才秤完,是准的 非常好看 每天一圣子 都是欸 这个是贩的,很罕有的 是值钱呀 不知不知福啊 最贵的,最贵的是 $490 多 它是拿货回来贵的 贵又贵买 但又贵 贵的,不是就是贵的 这些很罕有 贵了些 也不太好有 也不是这样 有钱 这些是潮山 吃饭 没有鸡鱼? 有 如何判断它? 你看到这轮是反光 和没有伤的身 瘦身一摸 如果它大套就像我那样 这些白鲜 都是药 不是野生 是肥 每年的七八九月份三个月 就吃凤仙 信得中山最多 用胡椒姜葱爆炒 你说刚才是什么? 我们很多时候出去吃饭 一看到你驾驶这样的车 不驾驶你 驾驶谁 但是 你一和他交流 你一说第一句第二句 他就说 行家来的 还是不要驾驶他 这一餐 就这么众观看下去 都可以立刻脚痛了 这条是野生的鸡鱼 你看起了黄油 吃鸡鱼要怎么吃呢? 首先要看鱼蒸不蒸得漂亮 并不是看它这条旗 扯旗的漂亮 除房的蒸柜很重要 力度够 密封性够 蒸气 你蒸到鱼皮爆了 离骨 这样的力度蒸鱼才漂亮 我们把鸡鱼切开一块皮 看看什么叫黄油的鸡鱼 看到吗? 这些野生的鸡鱼 就是这些油 就值钱了 鸡鱼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它的鱼春 以前有些大地主 真真正正的敗家的儿子才吃 我说不多 先弄一口鱼油泡 哇 这些真的 好吃 陈皮不用加 这些姜蒜尘味 全部都是多余的 那些香料腸的味道 很香 不如先放下鸡鱼吃吧 冷了不香 快夹去 这些鱼吃完要抹嘴 很多油 哇 这个真的好吃 今天这个鰭鱼也很漂亮 这些粒粒也很饱 那些鱼是否漂亮 你有必中三粒 还是没有沙的 你可以 Έはue 这盆 泡得透 不会有沙 那粒粒也肥靶 这些厨师都肯定了 今天有 ris Double Poch ذled 食串 сколько荞剥多 先仔海 avec蝦 蝦头又有红色,又有高的 曹蝦最矜贵就是这里 剥颗,用手指一捏它,捏它一粒虾肉出来 那你和我吃饭你就输舌了,清甜又不得了 所以我一直都不敢吃虾辣糕 一吃了它,天下什么鲜味都没了 蝦辣糕是蒸蛋,只蝦辣糕蒸 蝦辣糕是蒸蛋,只蝦辣糕蒸 蝦辣糕蒸蛋,蝦辣糕蒸蛋 蝦辣,叫盘棋 盘棋打开盖有多高,就算是爆高 慢慢用竹签挑出来 我本来没有打算吃饭 看不到饭了吗? 看不到饭就可以了 那我开始来 看第一口海淡寿司 哇 哇 这些鲜味在哪里找到呢? 看不到 我经常追求大集蟹的蟹糕那种味道 很鲜 我再用第二口海淡寿司 就是这个 泥虾蒸花肉 什么叫泥虾 你看这些 这些叫泥虾 泥虾用什么来做呢? 就是刚刚这些 蝦都露了 蝦的蝦 小蝦 虾 给点盐,给点酒去腌 适量发酵 自然发酵 他会会有香味 像蝦醬 好像蝦 现在用蝦汁 再用蝦汁 香蝦 后来炖五花肉 這個真的很好吃 蝦和蟹鮮 因為鮮過了 很多人習慣不到 蝦泥和肉類的食物 可以互補 吃一口飯 第三碗 這個和這個才是最棒的 蝦泥要怎樣 有河水就要在陰陰濕濕濕的地方 有棵樹遮蓋的地方才生長得快 我們見到最多的蝦泥的地方在哪裡 藍沙濕地公園 它是越來越少還是本身是少 你看藍沙現在建設多快 還有沒有 是不是越來越少 以前全部都是菜地農地 你從哪裏捉到 我們小時候回鄉下 隨便在菜地 在蔥邊都捉到 一堆鮑魚回去炸來吃 你現在沒有 周圍都起樓高樓大廈 就越來越少 那懂得做這些事情 那些人又年紀大 年輕一輩又不接下去 變成像這些蝦泥 這些蝦辣糕 傳統的東西 在市區還能吃得到 這裡也算是市區 不用每次拿幾公里去藍沙 就在潘嶼大學吃 那這個蝦辣糕 我欣賞的 你也欣賞的 你也欣賞的 這裡也很棒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泥蝦蒸豬肉 這些真的是手工的 越吃越少 很少地方都可以吃 那這個蝦辣糕 這裡我會再來 性價比 都算OK的 我們三個人 五個菜 只夠上賣單 OK的 那下期再見 大家記得這件事情 留意我們剛剛 整個點菜的過程 按住這裡點就沒事 好